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收看网络直播的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10月6号大爱业安新闻 我是陈主启 今天是星期假日 今天对于台风天受灾的民众来说 是个难得的好日子 因为几乎全台各地都放晴了 他们开始展开重建家园的工作 也有非常多的青年志工 社区志工跟慈悸人 利用今天自己休假的时候 跨区支援 因为上人一直说 平安的人要照顾到受苦的人 所以今天大家纷纷地跨区 展开各种的灾后重建支援工作 今天新闻中 我们会为大家详尽的报道 先来看六家慈悸医院总动员 包含了台北慈悸支援的是 就近的东北海岸地区 尤其是重灾区金山 而台中慈悸跟大陵慈悸医院 则是远赴了高雄支援受灾乡亲 也协助安心家访 而至于在东台湾的三所慈悸医院 则前往台东的重灾区 也就是泰马里 开设了疫诊站 果真在风灾当中受灾的民众 受伤的也特别多 今天疫诊站是非常多人来看诊 我们首先就从北区开始看起 在北部地区前往东海岸支援的 包含了大台北地区的志工 还有台北慈悸医院的医护人员 他们主要的有1245人次 参与了灾后的清扫 关怀总共176户 还包含打扫两间学校 志工所到之处 灾民都忙着要倾诉 他们受灾当时的状况 也要协助打扫家园 一位女士告诉志工说 水实在来得太快了 她几乎是一路往上跑 几乎是要爬到了屋顶上 才好不容易等到了救援 暴雨洪水 不过才发生在几天前 回想起来 恍若隔世 水就经过来 经过来 那天就这样 我都走不去 我就走来这里 又跟他走来这里 水还走来这里 又不是啊 又来又往外走来这里 我还帮我搬那里 李富玉在这里住了六十年 下午他独自一人在家 从没想到有一天 他会在家里穿着救生衣 滑水保住性命 坐着把我搬搬 我还把我搬的冰箱起来 我把那个很线 心有余悸短短几个小时 家当一戏化为乌有的还有他 想哭啊 干了真的想哭 核心的来 结果又没有几年 就完蛋了 整个都泡汤 都完蛋 都存在了 什么都没有啊 连煮个饭都没办法煮 洪水无情 但危急时刻有人挺身而出 王小姐的弟弟救了邻居父子 他就站在这里 没有办法动 水一直越越高 就拿那个绳子 然后冲通把他拖过来 拖过来再把他捞上去 我站在这里水都淹过我耳头了 对啊 没办法 太急了 患难见真情 灾难显真心 很好喝点 很好喝点 对啊 大家都挺爱 对啊 给我们家加油 对啊 对啊 有祝福就有差了 没有你们帮忙这个 这个真的也没有办法 这样整理得这么好 谢谢 在他们心里方面 是不是也要更进一步的来抚慰 物质上的损失无以挽回 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互助 让彼此感受到希望和力量 也是重建家园的最大动力 这一次的北海岸重灾 位在金山的法谷山慈激志工 一早也前往关怀 索性法师跟道场一切平安 而且法谷山的法师们 今天也出动了 协助受灾民众打扫家园 也送上法师们的关怀 而北区的慈激志工 包含了台北慈激医院的医护人员 今天也走访了东北海岸地区 挨家挨户的访试 很多的医护人员 是利用自己难得的休假 穿上雨鞋 弯着腰 亲自地帮受灾的家户打扫 这是妈妈的雨鞋 我想说穿着妈妈的雨鞋一起来 把使命穿在脚上 每一步踩起来更加踏实 台风大雨过后 刺激志工在北海岸大清扫 不仅是协助居民扫除淤泥 也希望能一扫心中阴霾 人一会爱相随 我上班的地方在基隆 其实基隆也有淹水 所以我们大概也了解说 灾民心理很焦急 然后因为我妈妈本身也是 也是志工 那以前污赖大扫的时候 她就有去过 这次我妈妈是说 她年纪有点大 她可能没有办法报名 我想说 我也是志工了啦 就是妈妈的责任 我应该承担下来 我们在听 房事主跟暗家在聊天的时候 可能知道老人家 有没有什么血压高的问题 或者是人不舒服的问题 或者是有外伤 我们就可以立刻给予处置 四五个人合作将教室积水清出来 不说看不出来他们的真实身份 有护理师 物质师 还有医院厨师等等 可能就是太多泥巴了 所以就是很需要很多的水 但刚水压又不够 所以就比较不好清 然后大家要分工合作 有些人想到去高雄打扫的 然后想到那有这个医院在北部 然后就留到北部 因为教育其实是很重要的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给它一个干净的环境 他们赶快复原 然后赶快去学习的话 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每天看很多生老病死 就会觉得 那在身体还健康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留下一点什么 满满泥土不好清 几位男丁使用强力水柱 刷地板刷到自己也满身泥巴 有一位市中医师 从学生时期就开始参与 灾后清扫行动 总是需要人家去处理 要不然这小朋友上几课来 可能也走路都烂泥巴 那使用的东西都是烂泥巴 那我们就是只是尽一些 小小力量 不计较付出要花多少力量 只期盼能尽自己所有 给出温暖 就是生命里很值得的事 带来新闻林一婷 谢启全台北报道 好 接着我们看高雄 它是这一次台风登陆的中心点 当然也是这一次受灾的重灾区 所以有很多的爱心涌入 尤其是平安的地方 很多人是跨去来关怀的 比方说台中刺激医院 跟大龄刺激医院 都齐聚在高雄安心家访 很多民众看到医生到来 忍不住把自己多 好多天以来心里的那种压力 一股脑的宣泄出来 或者哪里有病痛的 也赶紧请医护人员 顺便看一看诊 最重要的是 当他们知道这群人 都是跨着县市 专程到来的时候 那种被呵护 被关心的感觉涌上心头 让很多人就此红了眼眶 封灾已过 民众惊恐还在 也成立灾害应变中心 配合各级政府安置所 金黄失措的时候 其实他最需要的 就是上人的安慰 上人的那份祝福信 他发挥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大 看到医师来 受灾相亲心安乐 大医王亲送安心祝福礼 他们自己说 这趟还是学习之旅 让我们的同仁来学习 心灵的照顾 是身心灵照顾中 永远不可缺少的一环 这样的一个辛苦 那也加深我们对病人的同理心 就健苦之福 那也能够将心比心 开到开很久了 开到很久以前开的 现在是76年开的 76年吧 过程中有把亲关怀 还有医疗未教 这个好转 您怎么吃 我看到师兄姐每次遇到这样子的灾情 那是动员的一个效力 跟他的这个精准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 其实树倒了 那个是一阵子以后就可以复原 但是心怎么让他重新能够站起来 这恐怕也就是安心家访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心灵抚慰 用爱疗伤 让居民有勇气 重新出发 大爱新闻李嘉欣 萧红树 张碧云 池尔杰 高雄报道 一人一份力量 这种关怀的力道 大家感受就会非常深刻 几天下来 慈悸关怀的受灾相亲 已经有2623人次 法卿关怀更多了 接近7000人 因为这一次其实有很多 慈悸志工本身也是受灾户 几天下来发出的慰问金 有62户 另外祝福里1241份 超过12000位的志工 在这几天投入灾后服务的工作 而且不只是台湾本岛 在离岛的小琉球 今天一大早也送进了物资 明天开始会展开灾后的关怀行动 小琉球这2000份的祝福里 打包成乡 并且是由往来小琉球 跟台湾本岛之间的观光船 免费的运送 因为他们知道 此季的赈灾行动将在明天展开 他们也想尽一份心力 对于山陀尔台风受灾的民众来说 今天是个很重要的日子 格外的珍贵 一来是因为天气终于是放晴了 几乎全台各地都是艳阳天 二来是有非常多的人 利用今天星期假日的时候 真正做到了平安的人 来帮助受灾的人 他们跨去关怀 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心力 这一份同理心汇聚起来 就是一股大力量 可以帮助所有人尽快地充建家园 接着我们要看的还是重灾区高雄 受灾的范围真的非常的广 除了民宅之外还有学校 所以包含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台中祠院 大林祠院 还有台南祠中 以及很多的青年志工 今天都是休假的时候 自己到高雄报到加入了关怀的行列 很特别的是高雄有一些民众 他们平常就是在嘉义的大林祠院看诊 这一回因为台风天阻碍了他们回诊的时间 大林祠院的医护人员 干脆拿着病患的名单 按图索记 找到了他们的家里进行完诊 而病患看到医护人员到来又惊又喜 暂时忘却了受灾的烦恼 他的皮肤要黏上来 推车带着满满爱情祝福力 大林祠院团队协同当地志工 关怀受灾民众 很感心的 一点感心的 有刺激的 真的很有心的 风灾后 露宿连根拔起 强烈风势让电线杆拦腰折断 电力也中断 谢谢张文 昨天还在这边整修 这个时候有人来听他们分享 当天的心理的这种紧张 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忙 上人祠寺我们就是来赶 我们这边敦青木里给他来做地匠 哎呀 满重的哦 不仅安心家房 还协助清扫校园 完整关怀受灾至宫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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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长来的话我的病会好起来 真的会好起来 所以感恩大家这么忙 还这样子来慰问灾病 因为本来台风天也应该要回诊 一次就没看到 很紧张的 就会担心 所以就干脆来就再看一下 大陵祠院团队运用医疗专业帮助伤患 身体力行服务相亲 让受灾民众好安心 大爱新闻潘冠玲 李俊威高雄报道 至于在华东地区三所慈悸医院的新力 则是汇聚在重灾区之一的台东泰玛里 这里平常就是以高龄人口居多 所以也是慈悸长期关怀的对象 慈悸在当地开设的议诊站 超过了75人次前来看诊 并且有居家亡诊17人次 而医护人员一听到可以去议诊 见见老朋友 大家都第一时间报名 来到议诊站才发现不需此行 因为整个议诊空间坐满了 等待看诊的乡亲们 山陀儿台风灾后第三天 东区人医会用最快的速度 前往台东泰玛里为乡亲议诊 花莲玉里观山三家慈悸医院 在三河村 开设内外骨科集中医 看诊乡亲 络艺不绝 你好 病人来不了 医生亲自去 你小孩没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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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着闲话家常 关心长辈用药情况 学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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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家爱护神如社区 看见熟悉的老朋友 阿嬷笑得好开心 你刚才说你几岁 就十八岁 那其他呢 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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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就好了 高兴啊你没看他们来这些都是西中的啊 那听着要来 大家往往 那马上就跟 我们疫诊其实是都自动自发的 因为我们都自驾自废 就让我们持续的精神就这样 感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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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 灾驱网诊持续关怀 病苦的人走不出来 又福的人就走进去 我感恩啊 因为他说我没有方便 整天来这里看 在新闻林永生 图华光 黄瑞娟 邓明仪台中报道 灾难是一种启示 当然也是一种教育 台南慈济中学在校长带领之下 亲师生将近50人专程到高雄帮忙 他们主要负责校园清扫 因为希望学生明天可以恢复上课 而对于所有参与志工服务的学生来说 无疑是上了珍贵的一堂生命课程 学校因为有5.2公顷的校地 整个数目也是非常多 就犹如是一所森林小学 有森林小学之称的高雄州议国小 树倒了至少四五十棵 即将恢复上学日 台中实际中学师生跨区跨校来帮忙 我的出生地在高雄 看到自己的家乡在台风过后 损害非常严重 所以想要借着这个机会 为自己的家乡来帮忙 住屏东万丹 跟大辽距离相近不到15公里 我们感受非常强烈 身为一个老师 看到孩子有一些很 很好的学习环境 以及很干净的场所 我们会觉得很开心 男生拒述女生清理之夜 有这群生力均加入速度加快 原本以为自己当活动 这个东西带我们逃避 实际真的是动员的力量 还有他们的父亲 都能力很尽散 本来今天其实打算去爬山的 爬山什么时候都可以爬 但是要出一份心力 这种机会难得 我们的家长们 我们的孩子们 来到这里真的把自己的家一样在工作 大家都很拼很认真 也就是一个心愿 这样子来协助抢灾的一个工作 对于孩子的品德的教育 还有整个对于环境保护的教育 整个人格的塑造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动手实作替孩子上了宝贵一课 大家最急迫的心愿 就是期盼学生返回校园 有个安全念书的环境 大爱新闻真 赛美志工高雄综合报道 好至于在国境之南 屏东地区呢 今天则是除了当地的志工之外 还有台南的志工跨区 来到这里关怀 总共分四个乡镇 访式2600户 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阿嬷 她91岁了 画面中的这位 她是住在这个三合院 台风来的时候 她整个屋顶几乎被吹先了 瓦片破碎的是非常的严重 她说台风那个夜里 她真的吓到没有办法睡觉 好不容易 忍耐了好几天 等到志工到来 有人可以听她说说心里的惶恐 志工抱着她拍拍阿嬷的肩膀 告诉她别怕 风雨过去了 会一直跟她在一起 空拍机拉高视野 多处屋顶铁片破损 其中这三合院最严重 原本整齐的瓦片 全被吹鲜吹乱 来到室内 整排房间屋顶残破 至今还淹水 家具早已搬出 狂风来袭时 九十一岁阿嬷在房内 安心祝福里 安抚老人家惊恐的心 志工踏出的每一步 都在相互关怀中 在那中心上 让他们有一个 感觉心安 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实际有这一份的责任 我们在台南水面 没有大 很大的风 我们也是都会 借胜前程 不分现实 互助互爱 也让这份大爱 能及时送交民众手中 大爱新闻 陈一真林道明 屏东报道 这一回的风雨 不止很多的慈忌志工 自己也受灾了 就连高雄进司堂 门口也因为太多的 路数倒塌 一度交通受阻 这个地方叫做 河堤南路 路数倒塌之后 双向就封闭了 所以高雄的慈忌志工 在过去三天 都忙着要做清扫的工作 不只是高雄 连来自于桃园跟台中 都有社区志工 主动来报道 因为清除路数 是很艰难的工作 好不容易到了今天 所有路数清理完毕 河堤南路 恢复双向痛彻 十多公尺高的小夜懒人 横倒路面 许多数更像被硬生生 从高空扯断 前往高雄进司堂的道路 寸步难行 台风当天 道路就单线抢通 但岛数实在太多 陆树树林 多半已十多岁 树干粗又重 别担心志工来支援 所以请问你 来自圆几天 第二天 你对哪来的 桃园大西 艳阳下汗水直流 得用毛巾绑着头 才能顺利工作 另外还有一群穿着背心的职工 台中工作 高雄是家乡 故乡有难就要回来 该做的是要做 天灾好像是没办法预料 所以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维持这个好的家园 师傭师姐都一直下来帮忙 坐高铁开车的 还有年轻的朋友 也一直都主动陆续过来 非常感恩他们 搬树枝 扫落叶 民众主动前来帮忙 台风过后第三天 道路恢复双向通车 从空中鸟看 河堤南路树冠坑坑巴巴 对比过去的林荫道路 美景已不如前 但志工不怕难 要让道路的庄严美景 尽快复原 带新闻高雄综合报导 关心天气状况 时间交给气象主播 李明君 气象看待 陪你聊天气 大家好 我是李明君 今天台湾大部分地区 都是都应到请的好天气 这是关渡平原的蓝天白云 而下午受到热对流作用 影响不少山区打雷下雨 雨量最多在高雄的美农 超过了60毫米 天气方面 明后天东北季风增强 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区 还有东北部 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 桃园以北也会有较大雨 是其他地区多云道晴 午后可能有局部大雨 周四国庆日到周六 水气减少各地多云道晴 但是北部还有东半部 依然会有短暂雨 到周日 东北季风减弱 降雨范围和强度 都会明显缩小 明天东北季风报道 北部东北部气温下降 一天会比一天要凉 特别提醒您是 北部和东北部在周五清晨 低温可能只有21度 还要提醒您 又有热带新低掐生成了 会在关岛北方的热带扰洞 下午两点增强为热带新低掐 TD23往北北东的方向前进 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 一周天气先看到北部 周三前大多是阴天或下雨 周四水季减少 新竹苗栗有机会看到阳光 中部周一多阴到晴 午后局部雷震雨 周二到周五晴时多云 南部早上晴时多云 午后注意雷震雨 至于东部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基本上都会下雨 台东周一周二有机会看到阳光 So follow me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 基隆北海岸还有台北山区和东北部 明天要小心局部的豪雨 而云林以北沿海空旷地区 还有澎湖金门马祖 有八到九级的强震风 而东北季风明天暴到会影响一个星期 迎风面降雨几率增加 而北部和东北部会明显变凉 预测周五的清晨 低温下降21度要注意保暖 接着来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 继续关心的是 太北地区在一个月之内 惨遭两次水患的清洗 而且这一波的淹水比上一次 九月底的时候还要更严重 在很多寺庙都淹水了 所以僧侣们是抬着棺材往高处躲 野生动物也难逃淹水之苦 大象非常的高 但是水已经淹到它半个身躯了 这一次淹水的主要原因是暴雨成灾 太北有一条贯川北到中部的河川 叫做平河 这一次它测到的水位是50年来最高 20个省份受影响 超过3万个家庭受灾 连首都曼谷几乎都要被大水逼近 这一次水淹最深的地方 超过了一个成年人的高度 来到两公尺深 大象泡在水中 只剩下眼睛和头顶 还能勉强保持在水面上 这里是泰国北部大城清迈 今年雨季降雨量高于往年 酿成严重水灾 流经清迈的平河 5号侧的5.3公尺水位 打破50年来记录 清迈巴士站 外环公路 寺庙和军营 都泡在水中 洪水甚至淹进古城 动物观光客和在地民众 都成为灾民 索性雨室已经暂时停歇 在鰹中池 описании roadm packs 水中仍秤 花园 水在 Ei Division 天师 明 Teles CM 预计清卖师淹水的情况还会持续 积水会往七个区域的周边及低洼地区蔓延 四到五天后才会缓慢消退 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非洲国家当中M痘疫情最严重的 当属刚果民主共和国 现在他们终于收到了第一批疫苗 针对医护人员跟高风险族群展开施打 今年以来针果民主共和国 已经有143万人确诊 很多死者当中都是未满15岁的孩童 晚起袖子让护理师接种 针果民主共和国终于等来M痘疫苗 根据世卫统计民主刚果 超过3万例M痘疑似病例 占非洲病例总数的80%以上 并有将近千例死亡其中七成 是五岁以下儿童 当地卫生部长表示 这次疫苗剂量适用于成人 会优先提供给高危险族群 喊第一线工作人员施打 民主刚果目前收到的为欧盟和美国 所捐赠的疫苗 但还在等待法国日本和美国 承诺的数百万剂疫苗抵达 其中日本的疫苗可用于儿童身上 预计可有效降低15岁以下 孩童感染M痘风险 戴安新闻 廖文宇编译 回到台湾 我们看此季的抚具团队 挑战神救援的任务 这是一天之内把40张的病床 从台北送到了台中 首先是收到抚具之后 进行清洁跟维修 然后送往台中的慈恩养护中心 这里安置的多半是低收入的病患 病床使用了20年都没有太坏 这一次的环保病床来的正是时候 卡车无法进入小巷子 卸下来的电动床由志工两人合力 动作流畅一气呵成 一看就知道有练过 来到电梯再度面临考验 床的长度比电梯还高 进得去吗 有的拉有的抬 镜头拍不到的地方 还有更多双手同时出力 为了爱什么都能成 为在台中市的慈恩养护中心 立案20多年 用的还是老旧手摇病床 许多抚具已经锈时毁损 我们这边有收地收补助的 社会局的个案多 大概有三分之二 这里的需求透过慈济抚具平台 媒合到新北三峡的恩主公医院 刚好有病床太旧换新 与世志工出人又出力 先到恩主公医院确认检修 看到需求绝不袖手旁观 志工甚至连这家医院新买的病床 也帮忙搬运设置 拆卸下来的资源回收物 还冒雨清理在走 回收辅具40床 即刻出发送往台中 我们花了大概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把它搬运完 我其实这种事情是很辛苦 但其实大家做得都非常的发喜 非常的开心 送出病床的 是新北三峡的恩主公医院 接收的是台中市的慈恩养护中心 而慈济志工则居中传爱 以日北中来回接力 串成爱的循环 大爱新闻林毅婷 李俊威 张宏达 台北台中综合报道 接下来这个故事 可以说是祸不单行 但也能说是风雨雇人来 住在高雄的一位李师姐 在台风天的前夕 她的儿子女儿出了车祸 儿子不幸丧生了 女儿重伤住院 于是作为妈妈的她 必须一边跑医院 一边跑病医馆 处理善后 心神不宁的情况之下 自己也出了一场车祸 导致她受伤 又遇到风雨来袭 自己成了受灾户 一连串心中的苦 实在是无处可说 直到志工团队来安心家访 她终于有一个肩膀 可以靠着流流泪水 输出自己多日来的内心压力 我现在动一下 她整个后背就很痛 手脚和身上全都是伤 心神不宁的李琼芬 在狂风暴雨中除了车祸 一场意外 让她与大儿子天人永隔 二女儿应多出骨折住院 这几天陆续师姐都有在关心 然后有在让我有地方哭 他们来陪我陪伴我 我就觉得这很大的帮助 刺激之功持续关怀高雄法清 希望在灾后 尽可能抚平大家的伤痛 大爱新闻潘冠林李俊威高雄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 感恩您的参与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我是陈竹琪 祝福您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